大家早上好,我是大海 昨天晚上一宿啊,又下大雪了 现在外面还在下呢 但是这个雪花吧,是菱形散状的 看能看清吗 因为这分辨率的问题啊 现在正在下雪了,看不清 这些小狗呢,都是流浪狗 我每天都来喂喂它们 今天呢,是 2024年的 2024年的 3月几号啊,我看看啊 这天天干活 也不知道今天是几号了 今天是3月28号 3月28号 这个视频明天传啊 3月29号传,今天是2024年的 3月28号,今天下着雪 今天开始拍,有很多朋友吧 他想关注我家乡 这个天气的变化 有些时候呢,要我收下日期 但是有些时候就老忘了哈 今天是3月28,好了,明天传 我现在回家 完了之后呢,做点饭来喂喂他嘛 因为这块都是冰天雪地哈 这些小狗都找不着吃的 都已经喂一冬天了 原来从瘦鲁如财 现在喂着这腰 赶上那个小水桶那么出了 现在回家 看我车上这个雪 我刚进我妈家屋 我妈说脚子呢,她已经下完了 她一用就这些了哈 这个脚子吧,它是这个情况 因为我妈前几天吧,上商店呢 给这些流浪狗去买东西的时候 买吃的时候 那个商店的老板娘 跟我妈说有点过期的脚子 问我妈要不要 就是便宜一点 问我妈要不要 然后我妈跟她讲讲一下便宜楼搜的 把那饺子全买回来了 买了又两大袋子回来 这天天喂就剩这一点了 我现在没煮呢 你看,就来我妈都煮好了 那个我现在去去去喂她妈啊 现在店了店了 现在那个垃圾都化了 他们能啃动 这点过期的饺子到今天为止 已经全部都喂完了 虽然说买的时候吧 它是过期的 但是这个饺子吧 它都是你冷冻的 它也没话 实际都没事 但是那个商店的老板往一卖 这个人是没法买的 因为他都是你有日期的 过点,等明天开始在喂狗的话 就得再重新去买东西了 过期的已经全部吃完 我一按喇叭他们就过来 因为每天都喂他们嘛 他们还会躲车 这些小狗是挺聪明的 我喂一回的时候 我再喂喇叭 完了他们也习惯了 他们就知道我一按喇叭就来喂他们来了 等会儿别着急 饺子饺子饺子 别着急 别着急 看啊 这些狗多喜欢吃饺子 骑着咔嚓的 能听见声音吗 听见这声音 骑着咔嚓的 等他们吃完 然后我就走了 多吃点吧 别咬 大家能听见他们吃饭的声音吗 马上就全部吃完了 现在舔那个盆底呢 全部吃完了 现在回家 真干净啊 不用刷了 嗯 我到家了 开始把昨天晚上 大家在我后台订的 内蒙古存羊奶粉给游走 这个存羊奶粉呢 这一大箱啊 里面是十二小盒 都是一盒一盒卖的啊 这个羊奶粉呢 是存羊奶粉 它是内蒙古的 这个羊奶粉呢 它是专业脱衫 不加折塘 我拉近点给大家看看 看看啊 专业脱衫 它一点也不衫 里面是不加折塘 这个奶粉的配料表呢 它是非常的干净 看个配料表都有啥啊 配料表呢 就一种 就是生羊乳 它是无则糖 配料只有生羊乳 保纸期呢 是十八个月 生产日期呢 都是新日期的 大家要是有想要 这个内蒙古存羊奶粉呢 就是点击视频下放的链接 然后下单就行了 要是找不到链接呢 就是点击主页 然后在主页里面点击店铺或者出窗 然后在里面点羊奶粉 下完单以后呢 每天都发货啊 我现在开始干活 把昨天晚上下单的存羊奶粉 给它全包出来 这个是一大箱子存羊奶粉 这一大箱子 里面是十二盒 要是有想要整箱的话 然后呢 大家就点十二盒啊 下十二盒就是一箱 现在外面还在下雪呢 现在天已经黑了啊 这个视频拍的有点亮 我现在去会计大家发货 看这路上就大雪 老大了 明天啊 哎呀 明天找不着这个会计 得耽误一天啊 跟大家说一声 这么大雪 车有可能走不了 但是货呢 今天晚上全发作啊 有可能耽误一天 这边一下雪就封路 已经到快计了啊 一会大家发货 晚上十一点更新物流